放到楼上去 搬到楼上 待会还没弄完呢 刚把这个南花弄完了 对 你现在摸的花已经好了 你看小林是不是很精神 马上就不一样了 有些东西 你删得很近 需要可以 好的 没问题 你钱买的吧 我看你在这儿折腾花 是不是又学到什么新招了 对 我就在网上 前几天 前几天我在网上 看人家专门教学习 这个南花呀 到了差不多的时候 都开完了 该怎么办 后来我就花两个小时学期的 我还发到那个粉丝群里面 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我们家有这么多 十几盆 小林十三盆吧 十三盆蓝花 还有这些蟹早兰 还有蟹早兰 那很多朋友们 对我们家这个蟹早兰 经常夸奖 每年开两次 但是蟹早兰 我已经三年没有换图了 所以今年呢 学习到了 就在网上学习的 你在网上学了好多东西 阿姨 对呀 唱歌 对呀 今天早上很忙 没唱歌 飞雪唱歌 晚上学 我还带人家和你 听着唱歌 就会危险了 不是 他要把那花拿走 他就不愿意放那 他想说话 不是 放那就好像鼓掌 我觉得在网上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个年龄大了 经常爱学点东西的话 也会延缓老化 对 今天网友还说呢 说那个老人痴呆 是不会遗传 你也放心吧 我也放心 多学点东西 多动动脑 你不光网络 不光是 老人学习的平台 我们年车人也学呀 它也是一个分享的平台 是 是 你看你 你在那个网坡上 你跟人分享 然后你把你的好东西 也介绍了 别人也都分享 看我的衣服 小林今天也穿上了 分享的衣服 好滋滑 好凉快 是防晒 它有防晒的功能 很凉快 年纪大了 现在就是信息爆炸的年代 就是从网上看到 好多好多有用的东西 是吧 你现在是养花 穿衣 还有什么 甚至唱歌 好 嗯 吃适合的健康食品 所以这个网络的东西 现在是 已经容 就算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团队 还有尊便能力 在我们的部网上 我说你分享了很多好东西啊 化妆品 你用了几十年的 然后给我们分享了 挺好啊 是 保健品都是你自己吃的 那些是 然后都觉得挺好 吃了好长时间 都觉得挺好的 才那个推荐的单单 这不都挺好的吗 对 好像你还介绍过化妆的时候 对我还介绍过化妆 梳头发 梳头发 嗯 我觉得现在这种网络的时代 就是一个分享的时代 那么像我能够把我这个养花 包括化妆 梳 怎么整理头发呀 还有就是 我用了几十年的化妆品 在视频之中呢 交流和网友交流 分享给大家 其实从中啊 我也学习到了一种乐趣 因为粉丝们的那个回馈啊 让我感觉到欣慰 因为帮帮到别人 我也帮助到他们了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件晚年的生活了 真的 你们二位支持我吗 同意 同意支持 是啊 看我用行动支持人们 学中华 对 学中华 平时日常生活 平时积累 慢慢的我就学会了 不用刻意的去学习了 了解越紧了解绣球了 都了解了 咱挖要对了 然后现在就接着来 对啊 你看先把它挖出来 然后再重新换土 好了 奶奶在那边召集了 好 她在鼓励我们 奶奶 挺有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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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点赞关注哦